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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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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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庆立马和自己的制作团队探讨起来 不断地进行尝试 一点点的修正车辆参数 八年之后还真叫他们把无人驾驶车给做成了 杨老师 杨老师 你在研究你那车呢 是啊 今天你要过来嘛 我还在看一下我这个车 挺忙啊 是的 您这个车怎么看得这么小 这就是您这个无人车是吧 对啊 这是我们做的无人驾驶车 好小啊 我们专门考虑过它的宽度 是不是能走自行车道啊 因为太宽的话 会造成拥堵 那您这个车 它实现无人驾驶这个功能 它是怎么实验的呢 我们呢是在原来它是一个普通的电动车 我们在上面呢夹着激光雷达 就它就对路面进行扫描 一个激光雷达呢 只能进行扫描的路的边缘在哪里 我们下面还有激光雷达 各种防撞 这个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就是这个东西 对这个亮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控制器 那这些数据 收据过来以后 控制器来进行一个计算 杨国庆发明的无人驾驶车 在普通电动车的基础上 加装了随车雷达和计算机控制系统 在路面运行时 上下两个随车雷达 分别扫描道路两侧和道路前部的路面情况 当遇到周围物体可能产生碰撞等危险时 随车雷达就会给计算机发出危险信号 位于无人驾驶车前部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就会对车辆发出指令 做出避让动作 他这个车不就是一个老年人的电瓶 那个老年人用的这个电瓶车一样了 一样的简单 功能可不简单 我觉得它跟我们通常的这个汽车啊 相比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有很多功能它实现不了 因为什么呢 它很小 它就没动力啊 你比如说要爬山 要爬坡 摩虎机它有点悬 这肯定没问题 我们在做这个车的车就要专门针对一些坡来设计 要不行就让它从这个地库这个斜坡爬上去 看看行不行 我们对我们的技术还是蛮有信心的 那行那咱也不多说 就让它开始走来 好 这看起来外观小巧的无人驾驶车 能成功完成测试吗 我们这个车呢是通过软件来开的 我们现在找到这个车啊 就点个开车 然后它就现在就可以开了 好 那我们走了 好好好 你这还专门开发了一套软件事件 对 这是基本上给它一个指令的意思呢 对要给它一个启动指令 因为即便是无人驾驶 它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走去哪里 这是我们做无人驾驶的 你看你看 它现在是没问题的 它还真在跑 对 这个有点神奇吧 看起来很简单 没想到这无人驾驶车 在杨老师的操控下真的跑了起来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在直线运行和转弯的时候 都还是比较顺畅的 小巧的无人车 在精巧的尾灯衬托下 十分可爱 哦 要自己拐弯 它这样是自己探测到前面有障碍物了 对对对对 它这个下面雷达能够探测到 三四米的距离 三四米它的距离 对 无人车在雷达的控制下 准确的在行车中进行着转弯和避让 可就在这一时 车辆稍微有些偏转 无人车不会撞到墙上吧 你看你看偏了 偏了 偏了 可以可以可以 它会自己修正的一个这个距离的 就跟障碍物之间的距离的意思 它刚才的时候应该是它遇到了困难 它觉得这个有点危险 那我给它这个指定呢 我说通过我您看到的时候这个危险度还不大 也可以通过 是这样 行 这个这几个转弯还可以啊 前面就是那个坡了 这个坡是很陡的 这个坡是比较陡的 对啊 这么陡的斜坡 我们还真替无人车 灭把汗 挺有劲的吧 速度还挺快 嘿 还真没想到 杨老师拿手机 把无人车的运行模式 改成了高速后 小巧的无人车就快速的在坡上爬了起来 李记者 我觉得它这个车啊 通过这个测试呢 我倒是有点兴趣 我觉得要么这样吧 给它设置一点障碍 行 我们到找一个场地 要么到学校操场 给它设置一些障碍 人为的设置一些东西 看看它究竟反应怎么样 它这个上铺可以 您就说比如说是弯道啊什么呀 对对对 急转弯啊 没错 它处理一些紧急情况 看看它有没有能力 我觉得这个应该从我的驾驶经验来说 应该可以测试一辆车的性能 那您给它准备一下呗 准备点障碍什么的 好多好多 这方面你肯定专业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最高标准对待是不是 好好好 那行 那行走啊 好好好 那么这制作好的无人驾驶车 能通过谭师傅的场地测试吗 这次测试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设置出一条测试道路 谭师傅用路障模拟出了车辆行驶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道路问题 就在谭师傅设置场地时 周围的观众又怎么看待无人驾驶车呢 看来大家对无人驾驶车都充满了兴趣 那么这一次测试结果会是什么呢 谭师傅我看咱们这个场地现在是复制完成了是吗 对对对 大概是个什么内容 我现在这个场地是前边先是一个小S 然后再有几个直角 然后那边有一个难度比较大一点的是一个狭窄路段 这一次测试 谭老师设置了S型连续转弯 直角转弯和狭窄路段三种道路类型 总长将近一百米 这个赛道是设计的还是蛮复杂的 就是要谭师傅可能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对对对 我们坐车呢 这个以前类似的我们走过 但是就这个赛道呢 我看应该问题也不大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好的 好吧走 好 那你们两个谁先上呢 那我先来了 行啊 您想先上 对啊 我这个专门做无人车 我是想展示一下我们无人机车 你就算了吧 还是我啊 给你把个样 你这个有点小 然后你看看行不行 不行 你就别试了 好吧 那行 那谭师傅你先来吧 好 三二一 开始 好 没想到 这谭师傅信心十足 竟然要求第一个出场 看他开车时 灵活的转弯和飞快的速度 想必拿下这段道路 应该是 易如反掌 来来来来来 暂停 来看一下啊 二十二秒钟 来您看一下 这个成绩还行吗 你觉得 我觉得 还行吧 还行 还算满意是吧 对对对对 杨老师二十二秒三 怎么样啊 一秒有点 开始比较快的 不过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进行了一些调试 应该可以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那行吧 那咱那个车准备登场吧 好的 来 哦 还挺神奇 嗯 谭师傅自己开跑了二十三秒 这无人驾驶车能比得过吗 杨老师小心翼翼的把车开到场地入口 2 5 3 2 1 开始 呵 还挺快 没想到这无人驾驶车速度也不慢 一进赛道就灵活的行驶了起来 空转的方向盘灵活的转弯 这无人驾驶车效果还真不错 正当大家都认为无人车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测试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这无人车在出弯的时候速度过快 没有避让开右侧的路障 为了不碰到路障 无人车立马紧急制动停了下来 这一下测试还能继续进行吗 无人车能够自动校正并重新起步吗 无人车成功的重新行驶了起来 虽然慢了一些 但是通过了这前面的弯道 后面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了 这一次无人驾驶车一共用了45秒的时间 虽然在速度上比人工驾驶时稍慢 但是却毫发无伤的跑完了全部道路 看来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就在这时周围观众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种的话 无人驾驶除了你走这种固定的轨道的话 你还要比如说你可能他开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人在前面站下看他会不会停下来怎么样 这种也要测试交代 在我们平常开车时 最容易发生的是遇到道路上的突发情况 车辆需要紧急制动 那么无人车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这一次我们在操场的正中央放置了一个玩偶 用来模拟道路中经常遇到的固定障碍物 那么杨国青的无人驾驶车 能够成功探测到这样的固定障碍物吗 杨老师我们看他这个制动距离还可以 基本上大概有个0.5米这样5公分 这个小杨还是真没难导您 但是这是一个固定障碍物的这样一个测试 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移动障碍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今天给您准备了一个西瓜 西瓜 怎么用呢这个西瓜就是您这个车高速行驶 我们是15公里对不对 15公里这样行驶的过程中 我们突然给您滚出一个西瓜来 看对您这个车雷达探测 是不是能够紧急制动啊或者怎么样 应该他能够探测应该是马上能探测到 但是结果可能跟固定障碍物不太一样 因为西瓜它有个相对运动 这个对我们在做策略的时候会说不同 那行那咱让它跑起来 然后把西瓜搁进去看看 没准最后给撞坏了 那咱只能吃了 好了 好了 怎么好了 怎么开始启动啊 咱们可以启动是吗 好 那我开始准备了 道路中突然出现的物体 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无人驾驶车能够逼一让开吗 没想到这一次无人车没有成功紧急制动 直接从西瓜上碾了过去 南老师 南老师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刚才好像是没检测到这个信号 是它雷达的范围呢 还是制动车 制动的问题出现了问题 因为是西瓜出现的太突然了 对 它可能跟雷达也有关系 跟制动也有关系 对对对 走过去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西瓜吧 都这样了 你看 哎呀 基本上算是 最惨烈的情况了已经是 那怎么办呢 我们车现在只能是调整一下 现在一看 我们再调一下吧 现在这个效果肯定是不行的 对对对 这个无人驾驶车在测定固定障碍物的时候 是及时的刹车了 为什么面对突如而来的西瓜 它没有停住 碾过去了呢 这个和它这个雷达的这个工作方式是有关系的 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简单小道具 嗯 这个呢是一辆车 它前面这根红颜色的这个长杆呢 我们就来代表它这个雷达扫描的一个范围 还有一个距离 它在雷达启动的时候 它扫描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扇形区域 如果它这个障碍物是一个固定的 嗯 它就有比较充分的这种时间 还有这个距离 让它进行这个扫描 嗯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它 进了扫描范围 嗯 就会反射一个信号告诉车辆 其实躲避它 需要刹车了 嗯 所以它就可以在碰到这个障碍物之前把车杀住 嗯 这样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况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扫描的范围 嗯 还有它是有个频率的 嗯 就是它到底是多长时间在这个区域里经过一次信号 嗯 如果它这个频率比较慢 嗯 而且我们又看如果是它是从侧面 嗯 忽然进来的话 嗯 相当于它这个信号刚扫过去 嗯 它从侧面忽然进来了一个障碍物 它实际上是没有扫描到 嗯 或者是它已经扫描到了 但是它这个车的制动距离已经不够了 嗯 所以会造成它这种碾压过去的状态 嗯 原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那我们的发明人会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好的办法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测试结束后的杨国青 心情十分郁闷 这路面中突然出现了物体 如何避让成为了一直困扰它的难题 他深知在车辆行驶中车前经常会突然出现一些行人或者车辆 如果无人驾驶车不能够进行制动避让 就无法安全的上路行驶 杨国青联想到自己使用的雷达是应用扫描的方式进行分析路面状况的 会不会是扫描的频率太低漏掉了一些路面信息呢 杨国青立马找来自己的制作团队一起商讨 不断的调整着雷达的扫描频率 没过多久 这无人驾驶车就改进好了 那是咱们这个车现在改的怎么样了 原来是有一个300毫秒的延迟在那边 我们刚才查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修改了以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现在可以了是吗 您这个车不是说是在自行车道上行驶 你比如说自行车呢 它可能有人从车门抄车呀 自动车呀电动车呀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不对 一会呢是怎样的验证就是 一会我骑一个自行车 让您那个车还是以高速行驶 我骑一个自行车从你车后超过它 就超到它前面来 看它能不能有个反应 能不能够制作 那装了两个雷达就是考虑到你这种情况 那行那我找个自行车 一会咱们把这个实际测一下 好吧 走我们去找个自行车去 好的 这改进后的无人驾驶车 能够避让开突然出现的车辆吗 挺担心的 我主要是担心这个雷达 万一探测不灵敏 或者它刹着刹不住 因为它时速还挺高的 它将近15公里了 这样撞上怎么擦层皮肯定是应该 应该是有的吧 是不是 虽然是记者自己提出的测试 但是亲自骑自行车去进行检测 还是让记者心里十分紧张 好我准备好了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是啊 好了来 好开始 测试开始 记者和无人驾驶车都飞快的行驶了起来 我们看效果还不还不错啊 是啊 刚才连接很近了 没错了 我还要担心呢 是吧 还好这个车 仅仅就差几十公分 无人驾驶车就碰到记者了 看来这改进后的无人驾驶车 制动性能还是不错的 那么 要是到真实道路上去行驶 无人驾驶车能够完成吗 这一次我们在校园中寻找了一段相对复杂的实际道路 进行测试 这段道路上有减速带 红绿灯 行驶的机动车和飞机动车也比较多 那么 无人驾驶车会跑完这段路吗 陈老师 陈老师 今天我们进行一个验证呢 是在浙大校园里 进行一个实地的上路的验证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原来是在这个固定场地 现在呢 相当于到了马路上面 那马路上最难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随时有可能出现很多的不可控的情况 那我们也以前没这么跑过 你今天这么跑一下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 那行 那咱准备开始了 好吧 那我试一下 好 看来 杨老师对自己的无人驾驶车 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么这样的道路 会给无人车的行驶 带来困难吗 小巧的无人车 晃晃悠悠的通过了第一个坡道 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稳健的行驶 让杨老师对完成测试 充满信心 你看这个坡爬的还可以 还行 还行 还知道停 看到有行人 前面有人他都在让 那行那行 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直道上车很多啊 杨老师 我去看一看 情况就是很复杂 挺复杂的 对对 现在正好是人多的时候 人多车多 但是 无人驾驶车 还是顺畅的通过了弯道 慢悠悠的行驶在道路一侧 可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没事没事 刚才那个差跃撞上啊 还好制动住了啊 对对对 看他那个雷达看来还好是不是 还可以 看来无人车的雷达还是非常灵敏的 在即将遇到碰撞时 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应 进行紧急避让 看来这减速带也没有给无人车的通过 造成太大的困难 那么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无人车能够检测出来吗 这个还可以 它到底是怎么看得到这个红绿灯的变化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呢 它能够检测的红绿灯的绿色和红色 它是根据这个颜色的变化 对对对 就能够检测到这个 然后以此来制动或者是来前进是不是 对对对 好它现在变成绿灯了 那可以应该是可以走了是吧 对对对 测试快到终点了 那无人驾驶车可爱的外观 我觉得这个车能够做到这个水平 已经比较理想了 杨国庆发明的无人驾驶车经过两代改进 顺利完成了多项道路情况的测试 无人驾驶车通过雷达和计算机分析路面情况 准确的进行转弯 避让制动等多种车辆操控动作 避免了车辆在驾驶中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 基本上达到了自动驾驶的目的 这台小型的低速的无人代步车 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小型低速和个人代步的这种需要 来开花还是有一定的应用市场 但是在这个传感技术 在图像识别 雷达 以及这个GTS定位 还有整车控制器 这个技术方面 只能说达到初步的效果 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华老师 刚才这个可爱的无人驾驶的汽车 它的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相对于对空气的污染 传统的汽车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 其实这个能源汽车是对空气 应该说是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污染 确实影响比较小 像您所说的 现在这种蓝天 白云 我们每天出行之前的话都会比较期待 因为如果天气好的话 人的心情也比较好 但是现实情况确实是 好几天似乎又没有见到蓝天了 但是我们出门之前 就会看看空气质量播报 如果各项数值都比较高的话 您出门之前这个心情也会比较抑郁 每天您会看这个空气质量报告 您是通过手机 还是去用什么方式去观测呢 比如说是这种新闻或者是天气预报 中间穿插的这种报告 而且还有就是手机 还有网络一些平台 但是他们的主要的来源 还是一些大型的质量检测机构 他们只不过是互相调用数据而已 但是大机构它所反应的这些数据 是我们一个大环境的 像咱们现在这个演播室 就很难说它的空气质量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数据 那有没有一种仪器 可以随时监测到我们身边的空气指数呢 接下来这项发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这个发明 大家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唐北子 我现在来到了北京的北土城公园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景色不错 今天阳光也不错 但是远处的高楼呢 却看不太清楚了 因为他们已经隐没在了雾霾之下 其实雾霾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环境问题了 那么大家怎么知道这个空气污染呢 我现在呢就在公园里做一次随机采访 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 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车馆 发明了 你好 你觉得这个环境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大吗 当然了 我觉得特别是这个PM2.5 是一个可吸入的一个特例物 对人的身体应该是很很关键的吧 特别是对肺部的影响 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吧 一般我是通过口罩来预防 我一旦就通过天气预报 以及有一些预测空气质量的一些手机应用程序 我想到的就比如说如果干净空气不太好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关窗 然后或者是自己家里面有这个空气电话器 您平常对环境问题关注吗 关心吗 非常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然后我本身也是老师 所以因为有时候家长也会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会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哦 这小环境问题不是你最关注哪一个呢 我觉得还是外边这个大气污染吧 大气污染 对 为什么呀 因为它看不见也摸不着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啊 之类的 检测不出来啊 检测不出来 对 哦 那您听说过有什么检测出来的方法吗 哦 我这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然后他们有一个发明好像是专门能够测试出室内的一些空气污染 呃 我正打算要去过去看看 有一个这样的发明 对 那我能跟你一块去吗 好当然可以 行 咱们一块走吧 你好 你好 您这是不是有做一个环境监测设备的企业吗 您指的什么样的环境监测呀 大概就是这么大一点 然后它可以做那个空气的湿度还有温度 还有那pm2.5的一个便携设备 我也是做这个行业的 没太听说这个 你这个可能集成不到这么个这么小的这个硬件设备里面 是吧 嗯 不过那边那个楼都是做这个环境监测的 要不你们去那边问问 您好 我给你打听一下 嗯 你们这儿有没有做环境监测设备的公司啊 那是什么样的设备 大概就是这么小一个特别小的便捷设备 哦有 是跟我们一起在一层 一个层再五层 那谢谢你啊 谢谢 是这家吧 哎 您好 听说你们这儿是做那种便携式环境监测设备的是吗 是 哦这样的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正好刚才听说你们这儿有做这种东西的 我想过来看一下 对 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找个人 嗯 那这样吗 我带给你去找我们那个总设计师于华吧 哦你们总设计师在这儿 嗯 哦哦 你好你好 啊 我刚 我们是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 编导我叫唐贝子 哎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刚才 正好听见这儿 这这这这这刚才采访的时候 通电他说 你们这儿有一种便携式的环境监测设备是吗 对对对对 您怎么知道的 哦我在晚上看那个帖子 你在这儿试用的 对对对对 我们正在这儿试用 哦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东西吗 好可以啊 这就是我们刚刚研制成功的新发明 哦 这叫你们的新发明 对 这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是面向于个人家庭使用的个人便携综合环境监测设备 因为在这么小的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集成了五个对我们的身边非常重要的环境的指数 一个是PM2.5 一个是用于检测甲醛甲本等有害汇发气体身边舒适度有关的温度和湿度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无数不在的噪声 发明人余华 发明项目便携式空气质量检测器 我们这个发明更像一个环境的小医生 随时跟在你的身边 让你了解你身边的微环境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采取很多的手段来主动优化你身边的一个环境 或者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就是来避免自己受到身边微环境的一些危害 余华发明的环境质量检测设备 检测环境时通过机器内部的通过PM2.5传感器 TVOC传感器 以及温度湿度噪音传感器检测身边 检测结果通过蓝牙传输给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将显示测量结果 发明人余华带我们来到他的实验室 他准备了三个玻璃缸 并在其中两个缸里分别放置十支箱和一支箱点燃后 箱会影响空气质量造成污染 除此之外 他还准备了一台专业的空气质量监测仪器 和自己的设备进行对比 这个仪器在世界上是精度最高的便携式仪器 一般环保部门环境监测部门都用这个去测空气里边的粉尘浓度 然后用它测量的数值发布数据 看您怎么拿着手机呢 这款的发明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直接是用手机的APP已经操作了 它通过蓝牙相连 我们在这只要简单的点一下通过测量 所有的测量就自动开始启动了 也就是它的数值是直接反映在手机上的蓝牙连接的 对 首先点燃这十根箱 让它大概烧个三十秒钟半分钟 让它的烟雾能够均匀的在这个干内分布 那接着呢我们会用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测量做一个对标 接着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发明放进去 进行一次测试 看一下大家测试的结果如何 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放进去 被点燃的十支箱不断的冒着白烟 很快就弥漫在玻璃缸中 咱们这个已经点燃三十秒钟了 那咱们先用专业设备来检测一下 好 站在一旁的吴老师也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监测结果 好 那咱们现在一分钟了 来看一下数值好吗 好 直接看一下数值 那现在上面数值显示的是0.183毫克美力方米 也就是180 183毫克美力方米 我看不停的变动啊 对 大概从130到170 180之间是吧 对 差不多 你们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数据 对 那我把我们的发明放进去了 把它放在差不多同样的一些位置 你把盖给去掉了是吗 对 我把盖给去掉了 这个得多长时间啊 我们这个大概在三四十秒左右 那么发明人余华的仪器检测结果 能与专业的检测仪器得出的数据相吻合吗 把盖不上一会儿 好 这现在结果就出来了是吧 对 您看我们现在测试的结果是166 哦 166 你还标出来是中度污染 对 那刚才跟它130到180 对 没错 那咱们再试试下一个一根箱 这个难度是不是就更大了呢 因为它的颗粒物能够减小 越减小越不容易测是吗 对 好 咱们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又用了同样的方法 测试了放有一根箱的玻璃缸 最终专业检测仪器得出的数据是 80到110微克每立方米 发明人余华得出的数据是 91微克每立方米 依然在精准数据的范围内 好 最后一次了 对 这是一个空档 对 咱们只拿这个箱网里面试一下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的 好 好 看看它的变化会有多少呢 哇 一下就从60多变到400多 300多 先 我拿着的箱 我试一下看咱们这个会有变化吗 对 好 咱们这个采样率不像人家每秒一次 但是二三十秒也能出来 结果是吗 对 好 我这熏了一会儿咱们看看数值 对 您看 现在是211 哦 咱们这二三十秒采样一次是211 对 跟刚才那个专业仪器还是比较一致的 反应也是挺灵敏 反应是挺灵敏的 反应是挺灵敏的 对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实验的结果我还挺满意的 过这个东西我们拿回家测试一下吗 可以啊 这个实验给您拿回去体验一下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拿到空气质量检测器的吴老师 迫不及待的想和自己的家人分享这个神奇的仪器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那个搞到一个这个好玩的东西 什么呀就是 看 这个东西好像说是能测那个空气的温度 还有湿度 还有那个什么PM 摄啊 这么厉害啊 那你看看 我看看 这么小一个东西 摄这么多功能 靠谱不靠谱 不知道 反正我刚才在上面摄的时候还行 不知道怎么摄 那你要不试试 好呀 有点试啊 就在这试吗 就这么试试吧 怎么摄啊 我看看 手机上按一个这个软件 然后就这个一点 然后就开始了 你看看你哪 哎 不对啊 你这 这会儿这温度怎么越来越高啊 这现在都四十多度了 还在我上涨呢 啊 好像是 这有问题吧 我就说这东西不靠谱吧 那给我还给他们去 你等会儿啊 可没想到 这空气监测器还没使呢 怎么就出了问题呢 哎 您怎么又回来了 快别急了 我拿出去没多眼 测这个温度 你看看 温度已经上升到四十多了 今天这个天气还没有四十度呢 才二十多度 你这个温度显示的是四十度 这肯定有问题吧 不应该啊 您是 你看看 这温度上显示的 是不是四十度 你说你这个PM值测的不准吧 我可以理解 但你连温度都测不准 我觉得这个太不靠谱了 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吧 给你这东西我不用了 你不会再自己研究研究吧 这件事情对发明人余华的打击可不小 堂堂一个多功能监测仪器 竟然连温度都无法准确测量 这让它备受打击 但他心里清楚 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检测器设备内部 空气不流通 导致传感器检测速度过慢 所以温度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 导致传感器检测速度过度慢 所以温度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 如何快速的将空气吸入到仪器内 成为了他此刻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这时一旁的风扇 却给了他一丝灵感 发明人余华经过两个月的研发改进 在检测器内部添加了一个固定式风扇 可以把周围环境中的气体吸入到检测器中 通过传感器进行检测 最终得到精确的数据 发明人余华再次将记者和吴老师请到自己的公司 将为他们展示 改进后 检测器的使用效果 新的这一代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增加了一个微型的风扇 有微型的风扇 然后配套一个密闭的风道 这样的话整个的测试的效果就会 速度反应会特别快 我可以带着您私处走一走 做一下这个测试 一出来看这PM值马上就变了 这么高了 没有一下190多了 对 为什么呀余总 您能闻到这个楼道里有烟味吗 能闻到 这楼道里经常有人抽烟 你看这地上都是烟头 还有烟头 对 就几根烟就能让这个PM的值 一下高这么多 对 那个烟是 就是我们身边的室内的那个PM 最大的这个危害的来源 对 行 那我们这屋再测测 好 高要求的吴老师拿着仪器 在隔壁房间内的各个角落 进行了监测 得出的数据既精准又迅速 您看我们这个设备还是挺灵敏的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改进 加了风扇以后会反应速度非常快 也就是咱们这个风扇和风道加入 一下子就提高了咱们设备的灵敏度是吧 对 那为什么它这么灵敏呢 我们也请我们演播室的专家呢 给我们做一个模型来解释一下 高老师看来这个小巧的检测器它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为什么加入这个风扇之后它的灵敏度就提升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简单的实验 我们假如它这个透明的圆筒就是它的这个空气检测装置 我们现在想呢检测一下这柱箱里边这个烟到底有什么成分 我们把它直接拿过来 我们会看到这个烟的方向是比较随意扩散的 所以它的这个检测元件如果在它这个仪器的内部 它是无法马上检测出来这个烟里边成分 它有一个延迟它需要靠这个烟自己飘进去之后 才能跟这个烟有所接触 然后如果它在里边加入了一个风扇 这样它就能很迅速的把这个烟吸入到它这个探测装置的面前 所以就可以降低这个延迟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风扇打开之后 真的是吸进来了 它会非常迅速的把它想要测量的这部分的气体 把它吸入到这个探测头下 看来这个改进还是真的非常巧妙 那么接下来这个盒子还会给我们带来讲的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吴老师兴致勃勃地将检测器拿到家中 准备在孩子的房间内测试一番 没想到 这机器刚放进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刚才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放进去以后 感觉有点声音有点大 好像是 可能因为宝宝睡觉那屋太安静了 就反而就显出它那个声音特别大 那后面一会儿要醒 你听听是不是有声音 去快看 没想到 这机器刚放进卧室 孩子就被吵醒了 这样的情境 让吴老师对这台检测器再次失望了 他连忙拨通余华的电话 诉说了自己的不满 喂余总吧 你好 我是那个吴老师 哎你们这个发明啊 我实在是没法用 我在家一用的话 噪音实在太大了 一用就把我儿子吵醒了 根本就没法睡觉呀 是啊 你算了算了 还是算了吧 我直接不用了 什么时候我给你拿回去吧 你们这个东西 我可是不敢相信了 我再也不用了 根据吴老师提出的问题 余华对检测器内的风扇 进行了改进 更换了静音风扇 解决了噪音的问题 不仅如此 还考虑到现在家居装修 总会遇到 甲圈甲本超标的问题 还刻意增加了 检测甲圈甲本的功能 带着新研发的检测器 余华联系了记者 决定和记者一同前往吴老师家 这一次改进的检测器 能否得到吴老师的认可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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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是过来再沟通一下 哎 快别提了 这个东西我还得还给你们呢 因为上次我拿回家之后 我本来想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家里的环境 有没有问题 测的时候声音太大了 一测的话 我儿子就开始哇哇的哭 我们也发现了 之前有个疏忽 松山的声音太大了 吵着孩子了 这回我们也做了一个改进 现在呢 选择了一个晶晶的风扇 声音会非常的小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VOC的专门测 这些甲犬家的 这个有害的浮发器 今天我们想拿过来 您测一下 看看有没有能找出一些问题 所以呢 希望您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试用一下我们这个新的发明 我个人对这个还是有信心的 那行吧 那你们再进来给我测试吧 好谢谢你 余华拿着检测器对抱包屋里的床 墙面 以及使用了两年的衣柜 依次进行测试 得到的数据都在安全范围内 这个柜子用的时间还不长也就两三个月吧 哦 那余总您测一下试试 好 您看那是柜子基本上也是板材的 对 而当对两个月前刚买的柜子测试时 检测数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结果出来了 哇 三度 三级 已经是中度了 中度的污染了 那这样吧 我看你这次在我们家测的也挺好的 然后咱们要不然的话 咱们再准备一次测试 咱们找几样东西 就可能平时对空气啊 在家里边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再给我测一次 如果这次测的还准的话 我就真的信你们这东西还确实挺好的 好啊 没问题 我们找到几样呢 在家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东西 然后放在这个屋子里 看看用它的环境监测设备 能把这些样东西一一找出来吗 行我们先布置一下 好 我们先把酒放到这儿 在发明人于华不知情的前提下 记者和吴老师将这些道具分别放在屋子的各个角落 我们准备了五样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环境超标的东西 你看看用你的设备能查出来吗 好 我试试 你们这儿放得平二锅头啊 这个估计是肯定有问题 您得一先看见什么东西 您猜的差不多会超标是吗 对对对 您测一下看它是否 因为这个酒精肯定是会挥发出来 我测试一下 好 您看这个 现在的这个挥发气体是二级 二级是很重度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对酒精挺敏感 对 这挥发气体对这个环境也是有点污染 对对对对 好 咱们在这边测一下 您也是一下子就找着重点来了 对 这味特大呀 您看 这是严重超标 那是什么地方呢 您觉得是 您是不是把这个倒在这抹布上了 的确 怪不得我觉得这位特别大 哦 又找到了 咱们现在已经找到两样了 看您这也是凭着跟你的经验相结合的找 是吧 对我们其实做了好多对象的测试 哦 哦 这边有一个玻璃胶枪 这个玻璃胶有的是污染还是挺大的 我来测一下哈 您看 现在是一级 它也是有污染的 对对对 它经常会发出来一些醇啊 一些全类的 包括同类的一些这个这个有害的一些气体 对 这三排桌的这块已经撞完了 您只找到三样 对 我们其实准备了五样东西 还有两样没找到 还有两样 没想到还有两样道具没有被检测器 顺利找到 于华又开始在屋内寻觅 我在这窗口上看见您这有一些新打的这些胶 我来测试一次 现在的TPOC是二级 对 装到那个胶枪里的还多 对对对 因为现在已经全部都裸露出来 汇发了 对对对 那还剩最后一样东西 您看一下 这哪有问题 这都是正常的 这最后一样道具 可是难倒了于华 无论怎么翻箱倒柜 就是找不出来 白板笔应该也不会 因为它盖上盖 您看现在还是正常的 白板笔还是正常的 对 我们准备的真是白板笔 是这样 就是白板笔呢 你盖上盖 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你打开盖 写字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有机的 您再打开一下 测一下 您看 出来结果了 现在TVOC是一了 是一级了 对对对对 就白板笔 它是有一些 会发心的气体的 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最后 虽然它没找到这些笔嘛 然后但是咱们放的这些东西 确实也挺难找的 最后都能测出来 发明人于华发明的 环境质量检测仪器 可以快速的检测身边的微环境 它将PM2.5传感器 TVOC传感器 和温度 湿度 噪音传感器 集合在一个很小的盒子内 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 可以将检测数据 传输到手机的应用程序上 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检测身边的环境质量了 这个发明呢 是把生物传感器 和我们老百姓的日常需求 所结合起来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如果说还要有一些期待的话 我是希望看看 能不能随着你们技术的进步 能够把更多的技术指标 集成进去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5i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 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化为老师光临演播 士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5i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树 巧挪仪